月娥 愛情長跑 就是命比較苦的人吧 就一直跟一個人 同一個人長跑 真的 是不是 好長的一段時間 看起來就是想定下來 所以不合 但為什麼又不定呢 這一組 拿捏分寸那個距離 就是 也不能太近 也不能太遠 然後 對 這算個特體 而且因為這一組人 他又很生活化 他很需要跟對方 分享點點滴滴 像小鹿就是生活當中的分享 然後慢慢地進化到水瓶 就是精神方面的分享 所以水瓶是 但是又不能太 怎麼說 對金牛 所以當你進到一個程度 這一組又抓狂 所以你 怎麼那麼難搞 這一組 超級難搞 喜歡孤獨 對 認同 但是不能離太遠 可以一個禮拜見 五天 然後另外兩天留給我們自己 對 或者是今天整天都跟你在一起了 晚上我想一個人悶在房間裡 我不是不愛你 所以固定星座的星 真的滿 所以三組來講 這一組是最難搞的 這一組 不算難搞 我們其實滿簡單的 我們的邏輯 你很快就摸清楚了 半年之內你還摸不清楚 是你的問題 不是我們的問題 是 對 真的 我們什麼都會擺出來給你看 譬如說我跟你 你也可以問他 為什麼這個時候 我跟你問候 你會覺得我很煩 他很可能就會跟你說 對不起 但是我可能會需要這樣的時間 固定星座的獨處 你把它想成是一種 把物能量排除掉的過程 所以你如果在這個時候 又來打擾他 譬如說 打擾他 真的假的 對他來說 就是你在 讓我們好不容易沉澱下來的 心情愛又髒掉 對 就是這種概念 開創星座 其實我覺得 他們應該是滿有事業心的 對 所以其實這一組 他雖然會欣賞你很可愛 但是你也要有實用性 OK 實用 我們實用的點是 實用性的意思是 哪方面的實用 譬如說 你能跟他搭配 他顧前方 你顧後方 他闖事業賺錢 你負責照顧家人 不能只有可愛 談戀愛歸談戀愛 但是 你的能力是 可以彌補他的不足 譬如說你成為他的財務大臣 或者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可以幫他顧好他的家 我覺得開創星座要的是 這種 所以 可是 雖然他們也滿喜歡那種 在家裡很安心的感覺 就是 應該這麼說 如果他會跟你愛情長跑 應該是把以結婚為前提 但是一旦讓他覺得 是這樣子的愛情長跑 他就開始變無趣了 他就覺得他可以安心地 在外面闖蕩了 可能就很晚回來 然後可能也 覺得你很堅強 他不用太照顧你 然後 但是年節到了 紀念日到了 都會給你一個大禮 然後一年會陪你出去玩一次 來一個很豪華的旅行 這個都是開創星座做得到的 以後結婚了 生小孩以後 他也是屬於 不太顧小孩 但是會給小孩很多禮物的那一種 真假的 對 這一組就是長這樣 簡單講就是跟開創星座這一組 你們的感情是需要 他如果很無趣 那你要能夠變花樣 因為如果連你都無趣了 你們就無趣在一塊兒了 久而久之就會變成責任制 對 他其實 但是其實這一組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很無趣 像Dolly這樣子 你看他長得很可愛 但是他其實個性 一定比他的男朋友無趣很多 可是他們內心非常地浪漫 那要怎麼激發他們 這方面的浪漫 就是你要 已經在一起了 還要像他的男朋友一樣的浪漫 你發現了嗎 他們分手是因為那個男朋友 不對他浪漫了 對 這一組 對 超準 對 這一組就是長這樣 固定星座 我剛剛說了 我們有恩必報 有仇必報 對不對 我們就是一個等量的 我給你多少愛 我也希望你給我多少愛 我給你什麼 其實那就是我覺得最珍貴的 所以當他非常地呵護你 他願意等你 他也希望 這就是他的核心價值 他也希望他忙的時候你能等他 結果你不能 一次看不懂他的行為 兩次看不懂他的行為 所以他就暴躁起來了 所以他就開始遲到了 我覺得這很正常 然後可是你的態度是 你還是覺得他 你怎麼以前給我那麼好的東西 現在不給我了 所以你這個症狀叫做 對固定星座來說 就會覺得是這樣子 你這樣知道我意思 就是我活在你的世界的時候 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這一切的一切 都跟變動星座的個性也有關係 大家不要覺得 只有若琪雙子座會這樣 大飛的處女座 還有雙魚座射手座 他們都犯賤 什麼都是喔 他們三個 所以若琪的問題是在於 他太受寵愛了 這一段感情 他沒有難度 他是被愛的那一個 不能對他太好 對 被愛的話 你不能被 不能對這一組太好 不能 你追他是追不到的 你要不屑他 你要不愛他 真的 你會這樣 好像很準 雙子座不是這樣 雙子座不是這樣 對 真的是 真的 雙子座完全是這樣 我就是這種人 你們是M 對 我超M的 是 超被虐 是 所以這一組是喜歡找苦吃的 你對若琪那麼好的結果 就是若琪就會變成大小姐 老師好準 官員 所以他們不適合跟固定 因為固定很愛付出 對 所以 我們很適合跟開創 我們很適合跟 對 有可能 開創都不太理你 對 他們臉很臭 還看起來很高難度 可是 老師跟我雙子的助女人 真的 對啊 山東甲是助女人 就是這樣子 一直到維持 每天都在挑戰 你知道嗎 變動到不行 每天都在變 這樣就可以鬥智鬥勇 變動跟變動在一起 兩個人都變來變去 因為他們覺得好玩極了 我要找變動 其實雌子座 不是女王 就是女僕 所以她一定是把自己 過得像女僕 所以久而久之 我覺得大費壓力也是會很大的 看到一個人失去自我 你怎麼忍心 對 其實是這樣子 對 然後又發現你做了你自己 我們就是平行線 也好啦 很好 因為現在有更多人 太害怕失敗 而不願意再花時間 而這一批人是 真正在付諸執行的 都已經很棒了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了解自己的過程 你了解了自己更多以後 你下一次再找人 你就不太會舉錯了 對 就祝福大家啦 女大週年慶 狂歡購物節 應該用了20條了 真的還真的 又便宜又好用 對 她好 達人推薦好物 下沙超低價 全關免運五折起 滿額再九折 全部都在女人 我最大購物網